马航NPage370客机失踪第11天 有家属表示 还是能够打通失踪亲人的电话 不过却没人接听 这令许多人仍对亲人的存活抱一线的希望 不过受访的学者指出 电话打通并不代表对方的手机还开着 来看记者黎嘉宜的报道 在马航客机失踪多日后 有家属尝试拨电给失踪的儿子 电话起初能够打通 但过后却传来无法连接上手机用户的讯息 家属认为电话能打通 显示儿子可能还活着 不过学者表示 实际情况是对方的手机可能已经关机 对方的手机可能已经逼得了 在马航客机的地位的地方 对方的手机可能会出尽你 对方的手机可能会出尽你 就是在那里面的工作站